看古迹讲故事 您好 我是昆仑刘石 三藩之乱人物志 咱们先讲了三顺王 耿金钟尚可喜和孔若德 接下来呀 按说就给讲啊 这平溪王乌三贵了 可是要是说起来呀 这乌三贵的稿子呀 不好写 为什么呢 因为您算起吧 他故事多呀 涉及的人物啊 也广 洋洋洒洒 老先生们 一写这乌三贵传啊 几十万字 咱们要想在一期两期的短视频当中 把乌三贵交代清楚了 它不是个容易事 所以呢 您得让我呀 消化消化浓缩浓缩 这稿子写起来 它着实是不太容易 所以说呀 您空过两天 乌三贵的稿子呀 咱慢慢写 咱们就先聊聊 跟他密切相关的一些人物志故事 今儿咱们这段书啊 就先剪一个有意思的人物聊 您乍一听啊 这人听着可能耳声 他就是啊 这当时的云南巡抚 诸国志 那么说这诸国志 关键吗 关键 就是因为乌三贵呀 杀了诸国志祭祺之后 才能说呀 这三藩之乱 他开始了 要说这三藩之乱 成就了什么人啊 那有人就说了 那一定是带兵打仗的王爷将军们呗 要说也是 不过呀 紫光阁里供的这些清代功臣像 关于三藩之乱的将军们呀 所有人家一块 也没有这诸国志 捞取的这身后荣光大 乌三贵杀了诸国志以后 用诸国志的血呀 寄了大道旗 并且呀 把他的肉封给了满营的将士 说这个人啊 就是康熙派下来的酷吏 苛扣了军中的军饷 让大家呀 无想可领 是没粮可吃 于是啊 这不明真相的将士们啊 就把诸国志的肉生蛋了 也不见呀 那会儿的人怎么都这么狠 康熙皇帝得到奏报以后 就曾经下过御旨 诸国志 当逆贼乌三贵反叛之初 拒不从逆 随遭杀害 捐躯殉奈 身为可敏 其从幽义序 家赠户部幼侍郎 于祭葬如典礼 蒙义子 入国子鉴 不但如此 到了雍正年的时候 还把这诸国志的牌位 入祭了 昭中祠 好家伙的嘞 为国奸躯的多了 身后我能入祭昭中祠的 可没有机会 那有人说了 这既然人家也都为国捐躯了 那身后的荣光 那不是朝廷应该给的吗 应该给的呀 如果这诸国志要不是死在了三藩之乱 乌三贵的刀下 那么如果这后世有人写着清朝的奸臣 逆臣狗脏观传啊 这诸国志弄不好 得排在前几位 要不然是说他没有矛盾 不成书 他不热闹呢 接下来呀 咱们就聊一聊 这诸国志的当官使 这老朱啊 是哪年生的 不得好考 但是咱们大家都知道啊 他是康熙十二年死的 有人说这诸国志 听名字就是个汉人吗 不是 他们家呀 祖籍辽东腐顺 隶属整皇旗 汉军 您听了吗 妥妥的旗人 还是上三旗 听过我八旗制度的好朋友都知道 这上三旗就是皇上家的奴才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上三旗的旗主啊 就是皇帝本人 可能啊 是跟他上三旗旗人的身份有关系 顺治四年 以共生身份出入官场的诸国志 一下子就被放了十圈 什么呀 顾安知县 后来先后外放过顺德之府 霸州道 没有几年的功夫 在顺治十五年头上啊 就升了京官了 成了大理寺少卿 您算算去吧 这官升的可是够快的 顺治十六年 这诸国志啊 应该是有生以来官运最旺的一年 那年的四月啊 他一下子从大理寺少卿 被升迁为了大理寺卿 十一月的时候 又成了封疆大吏 被朝廷任命为江陵巡抚 江陵是哪啊 这江陵啊 就是南京城 是当年啊 最富庶的几个地区之一 这诸国志啊 在江陵巡抚的镇上啊 哎呀 这官升啊 是极次 要是歌三评书里啊 提到这种官啊 就有一个简单容易懂的形容词 叫做狗赃官 为什么用这么操的一个词啊 其实啊 当年的江南文人 给这诸国志起的外号啊 比我这狗赃官还操 您想我用这个词啊 搁老百姓嘴里就算戏服他了 这江南的文人们 管诸国志叫什么呀 叫猪白地儿 也就是说呀 这猪巡抚走到哪啊 都把这地皮刮得 溜光正亮 白白净净的意思 在清初的时候 震惊全国的江南三大案 其中两案啊 和它有直接关系 其中一案呢 和它有间接关系 那么这江南三大案 都是哪三大案啊 这江南三大案啊 分别是奏销案 枯庙案和通海案 通海案呢 诸国志在里边扮演的角色呀 无非是参与了审理 诬陷了几位江南文人 可是这另外两案啊 都是它一手造成的 在清初的时候 江南各省啊 是大清国财政来源的主要之地 那尤其是珠三角地区 海运发达 又是粮食主产区 并且呢 这老百姓啊 还发展桑麻 那是相当的富庶啊 诸国志来到江宁当官啊 投来的时候 皇上就交代了 说这重中之重 就是多收税 这诸国志 他是个聪明的主 他琢磨呀 这自己多收税 这大尾巴老百姓 能交出多少税来呀 于是他就把眼啊 盯到了江南士绅的身上 这些人啊 身上普遍都有功名 都是写个秀才 举人尽是什么的 这些人啊 也有可恨的地儿 他们仗着自己有功名 于是啊 就拖欠国家的农业税 并且有的时候 这帮文人 互相拉旁结派的风气 非常不好 有的人啊 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欠着国家的钱呢 他就是不给 有的人呢 他更可气 他们自恃清高 不愿意欠国家的税 但是啊 又怕有别 孤立于这帮欠钱的士绅之外 所以说 有的坐拥 百亩千亩的士绅啊 只欠了国家一两 诸国志 天师的酷吏 对付这种人 他最有办法了 你不是欠一两吗 先制你这欠一两的 他把这欠一两的逮到了堂上 一通羞辱 并且当堂 隔去了功名 现场收缴了一两 欠银 并且啊 还要 游街示众 羞臊面皮 这些士绅当中啊 有一个人是钱名的一甲 炭花出身 这位炭花老爷呀 跟前面咱们说的那些人的情况啊 一样 欠的更少 欠了一厘银子 那这一厘是多少啊 这一两的十分之一啊 是一钱 一钱的十分之一啊 是一厘 按照当时的购买力啊 那应该是能买五个烧饼 那么这下场 当然是和其他欠钱的士绅一样了 还钱之后 隔去功名 并且呀挂牌游街 这牌子上写的好啊 叫一文叹花 这简直是极具侮辱性啊 那么像这样隔去功名 这诸国志在这一省处置了多少人啊 他一共啊 处置了一万三千多人 这里边啊 不但有秀才 还有举人老爷和进士老爷 这就是轰动江南读书人的奏修案 这枯妙案啊 就更有意思了 顺治十八年 顺治皇帝加崩了 全国各地啊 都在文庙搭起了这个功绩台 二月初四 苏州的文庙啊 来了那么一群秀才 这群人啊 在顺治皇帝的功绩台上 抱着孔圣人的牌位 一个劲的哭 那么有人说这群秀才 对顺治皇帝挺崇敬啊 崇敬个屁 他们哭啊 是真哭 嘴里边啊 可没到您顺治皇帝 口口声声的呀 在骂街骂的谁呀 骂的当时啊 无限的县令认为初和巡抚诸国志 只因为认为初遵从了诸国志的号令 在民间搜刮粮食啊 把当地的百姓可是给害苦了 争不上粮食就打呀 据说当时走在街上啊 不带伤的人少 那按照当时的规矩啊 那这有功名的人就不用挨打了 可这巡抚诸国志啊 意志功文 把你身上的功名啊 隔去之后再打 这帮子尽是举人秀才呀 不但丢了功名还挨了揍 您想这心里他能分吗 于是这些个书生啊 打抱不平 才闹了这么一出枯庙 为首的呀 11个人 顶头的有名谁呀 金圣叹 那可是明末清初的大学问 您现在问新华书店 您说您给我来一本 这金批的三国 那就是金圣叹批著的三国演绎 这金先生的批著 那是在诸多批著版本当中 最为精彩细致的 您想这库立诸国志 他玩得了吗 你骂我呀 我是官 我有的是办法 一句话 杀 受牵连者十八人 在当年的七月十三 立秋之后 全部被问斩在了南京三山街 有这两件事啊 这诸国志啊 算是跟江南的文人啊 仇恨拉满了 在斩这十八人的时候啊 还有个小故事 非常有意思 我在这儿啊 得跟您说说 顺治十八年 七月十三号 立秋 在南京的三山街 正赏五十 三声炮响 眼看啊 这柜子手就要手起刀落 这十八个书生啊 就要人头落地了 就在这个时候啊 柜子地下的书生金圣炭 仰天大笑 并且呀 用眼神往这边啊 哨这个金展官诸国志 这诸国志大了闷了 说这死到临头了 你这儿美什么呢 金圣炭啊 被绑得跟个粽子似的 跪在台子上啊 一个劲的作牙花子 他说呀 我舍不得 这柜国志 台头望了胖天说呀 嘿 这会儿你舍不得呀 完了 倒霉催的吗 他跟这金圣炭啊 搭了话 他就问这金圣炭 你有什么舍不得呀 金圣炭笑着说呀 不能让其他俗人听见 你我呀 也算是个有缘的 你福儿过来 我只传你一人 这老猪啊 还挺听话 一下子就把这耳朵生过去了 这金圣炭随后就说呀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我这一生啊 不外传的秘密 这老猪说呀 你快说 是什么事啊 这个花生米 就着豆腐干吃啊 能吃出烤鸭的味来 仰天大笑说 此生再无憾事 立刻开刀吧 这诸国志受了歧视大辱 让个将死之人 白白耍了一场 并且呀 成全了这金圣炭的大义 什么大义呀 正所谓呀 慷慨旧异议 从容赴死难 这个故事 是真是假 隔一边 也算是千古佳话了 后世之人 有人分析呀 这康熙皇帝 正是看准了这 酷吏诸国志的性格 才把他派去云南做巡抚 认为就凭他的这个脾气呀 完全能够刺激 吴三贵士 取兵造反 这朝廷啊 才有理由 裁撤三番 诸国志的故事 咱们就算讲完了 明儿啊 咱们得讲点那 柔情带乐的了 咱们得说说呀 那冲冠一怒 魏红颜的 陈元元